这是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盗墓题材的彩色电影 传说因为太恐怖 上映时一度吓死过人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电影中的情节 还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壮着痰子 探究下其中的奥秘 1915年 某天傍晚 百官齐聚河北一县清西陵 参加光绪皇帝宠妃 真妃养妙的出兵大典 现场上百位喇嘛 不停地诵读藏经 一旁的卫士们也是神情严肃 在这一个诡异的气氛下 光果被徐徐地抬入了灵情 等到各种珍宝随着真妃 永远地沉睡在地下后 墓门被关闭了 一清人缓缓离去 原本息让的陵墓 煞时间阴风阵阵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一间小酒馆内 几个客人在吹牛 席间谈起了 乌远处的真妃墓 几杯薄酒下肚 一位白发老者羡慕到 听说娘娘下葬时 半个紫金城都被半空了 里面光珠宝就不计其数 正所谓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 窗外正在给鸡把毛的伙计 恶士臣恰好听了个正着 他竖起耳朵 把墓的位置 里面的珍宝 一字不落地记在了肚子里 回去后便琢磨着干一票大的 原来这恶士臣属于家道中落 父母被土匪给害了 才导致他年纪轻轻流亡在外 给别人打工 为了替父母报仇 他什么心思都动过 眼下正计划着撬开真妃墓 取出宝贝 换成枪械子弹 亲手消灭土匪呢 可说的容易 那真妃墓毕竟是皇家领警 想要打开哪有那么容易 一夜无明后 恶士臣来到了大哥家 将真妃墓的秘密合盘托出 这大哥已是个财迷 听到这个喜讯当即应允 一番合计后 其人又找来三个帮手 名叫李一光 祖传就是盗墓的 对于分金定学 阴阳风水 那是门清 就这么着 接着手中的酒 留人当着官老爷的面煞血为猛 发誓永不背叛有福同享 半夜时分 在异色的眼影下 悄无声息的便摸进真妃林 不料此处有一个老太监看官 清云以法设计 众人恶从胆边起 提起刀 并压在老太监的脖子上 逼着他指明了木道的位置 然后六人脱去衣服 光着膀子 轮起洛阳铲就开挖 此刻一伙盗墓贼 正在奋力地挖洞 可没想到一炷香的功夫过去了 连个木门都没有看见 情急之下 领头的李一光 掏出了手中的炸弹 二话不说 消防孙电英 炸开了这部轻狂皇家陵警 五分钟后浓烟散去 睁着往窟窿里望 不带众人反应过来 一个黑面大汉 扭头就要往里跳 好在被李一光拦住了 他气横横的道 你不要命了 眼瞧着火伴狐疑 李一光点燃一盏油灯送了下去 随着火苗的扑朔 洞中的气体也开始燃烧 我祖师爷跟我说过 这墓里常年阴气阵阵 缺乏氧气 急于下墓 就是找死 等到火苗恢复正常后 李一光嘱咐众人 他先下去看一看 让其他人留守原地 替他望风 黑暗中 这个盗墓老手 伸一脚浅一脚地行径着 靠着手中的蜡烛 打亮着前方的石壁 突然 一扇石门拦住了他的去路 上面雕刻着龙形图案 两只门把手造型诡异 像恶魔般 睁着瞳孔盯着自己 黑夜里 李一光流了一脑门子的汗 他壮着弹子打开了木门 下一秒 一柄重打百斤的巨石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面前 望着破碎的地面 李一光后爬道 我的娘 这要是被撒到 还不当场成了肉泥 正当他慌神之际 墓室里的一枚血红棺材 引起了李一光的警觉 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 周围的摆设 陪葬品 如毒药般刺激着李一光的神经 说是迟那是快 下一秒 他抡起斧头 就开始朝着棺果 疯狂劈砍 面前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窟窿 光影照射上去 各种珠宝玉石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正当李一光伸手去拿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盗墓电影 因为太过恐怖 曾当场吓死过人 镜头中盗墓贼李一光 正咬着牙爬进棺材里 因为空间太过狭小 他只能和尸体来了个零距离接触 就这一眼 就险些吓得他魂飞魄散 只见金影中 一位妙龄女子打扮古典 皮肤吹弹可破 鲜细如玉 手腕上一柄玉镯 散发着盈盈的绿光 这女子不是旁人 正是大名鼎鼎的真妃娘娘 作为光绪皇帝最宠的女人 曾经饱享荣华附会 只可惜 因为得罪的慈禧 在八国领军打入紫禁城前 被下令投入井中活活溺死 据传 死后不久 宫中便怪事频发 慈禧更是整日噩梦产生 生不如死 为了超度臣妃 他命令太监们 将尸体从井冲打捞上来 还找来上百喇嘛宫女 吩咐手下 风光大葬这位妃子 出殡当日 光绪哭成了泪人 因为担心爱妃在地下受罪 还特地命人广罗金银财宝 甚至不惜 把价值连城的叶明珠 塞进了真妃口中 为其下葬 只可惜 这些全部都好过的盗墓贼 为了将棺果中的宝贝 全部搜落一空 李一光和其余五人 连夜炸开了青黄岭 冒着胆子凿开了真妃幕 一炷香后 他将怀中的玉如意 绸缎 金银翡翠等打包 塞进了袋子里 正打算离开时 一道光闪了过来 定睛一看 原来是真妃口中的叶明珠 在发光 好东西啊 真是无价之宝 为了摘得这个宝贝 李一光不顾阴阳有别 闭着嘴巴 从真妃的面前趴过去 一切准备就绪后 颤颤巍巍的伸出手指 从口中 抠出的那颗叶明珠 突然间 身下的尸体抽搐了一下 来不及都想 李一光抱着宝贝就要逃 可还未走出两步 他便犹豫了 原来 按照规矩 这些金银要分成六份 平分给地面上的兄弟们 可眼下 李一光有些心疼了 这么多宝贝 白白给别人 那不是割他的肉吗 凭什么老子在这里卖命 他们在上面想服 还要平分 门也没有 一番合计后 他把其中值钱的 全部塞进了真妃的衣服下面 等到刚爬出地面 便洋装激动 把宝贝展示给了众人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一会儿人来到了山上 在一间破屋里 分起脏来 望着炕上那闪闪发光的 六十一件金银 隐歇打了起来 好在 最终有惊无险 平分了这批宝贝 诶 诶诶 诶诶 屁的这西式珍宝 就成了块金子了 你可不能了 嗨 诶 完了 全完了 第二天深夜 李衣光摸着黑 轻车熟路地溜进了真妃幕 等到他爬进红棺材里时 眼前的一幕 险些把他吓尿了 只见真妃面目大变 原本纤细的面容 化为了一具枯骨 两只眼眶空洞洞地望着自己 就在李衣光愣神之际 云本静谧的牧师中 突然发出了一阵诡异的喘息声 本期视频因为时间问题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看